前面咱们在介绍高高原机场的时候 有朋友问 现在的喷气式民航飞机 都能够轻松飞到一万多米巡航 不比那些两三千米三四千米的机场高多了 为什么飞往这些机场的飞机还有讲究呢 又有哪些讲究呢 咱们今天来简单聊一聊 其实就像登自行车一样 登起来以后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速度相对容易 但是要登起来那一段 在坡道上肯定比在平地上费劲 在高原上要达到相同的速度 肯定也比在平原上要更费劲 飞机也是如此 通常海拔在4921英尺 也就是1500米以上的机场 就可以被称为高原机场 而超过8000英尺及2438米的机场 就是高高原机场 比如丽江机场海拔2240米 玉树八堂机场海拔3890米 道成亚定机场 海拔更是高达4411米 是全球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 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呢 两个关键词 空气稀薄 天气复杂 对飞机和飞行员都提出了挑战 在高原 空气密度低 氧气含量少 对于飞机而言 这直接影响了发动机推力和升力的生成 也就是咱们登自行车的时候 心脏和肌肉都给不到那么多的能量了 对于飞机来说 起飞更加吃力 滑跑距离更长 爬升能力下降 那怎么解决呢 对机场来说 就是要把跑道修得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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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飞机在这条路上 能够攒上足够的生力离开地面 如果生力不够 很显然就会起飞失败 过去就有直升机在高原飞行翻山的时候 悬翼胜利不够 导致坠机的案例 但是高原地区往往崇山峻岭地形狭窄 所以机场都得尽量找相对平整开阔的地方 即便它离城镇很远 那高原飞行对飞机提出了哪些要求呢 首先就是起飞性能要足够的好 能够在空气稀薄的条件下 依然具备足够的加速和升空能力 也就是发动机的推力要大 机身要轻 推重比要高 比如用空客A319 波音737-700这样的机型 西藏航空的A319飞机 选装的都是CFM56 5B7的发动机 最大推力能够到27000磅 而英国一节航空的A319 大都是选装的5B5 最大推力24000磅 东航云南公司的737-700 很多选装的都是CFM56 7B26发动机 最大推力26000磅 中联航的737-700 用22000磅的7B22就够了 其次由于高原飞行 飞机落地速度高 跑道相对来说显得要短一些 这对飞机的刹车系统要求就更为严苛 高原型飞机一般会配置碳刹车 增强起落架结构 以满足反复重着陆的需求 还有就是客舱的供养 增压等都要做相应的改进 一方面 高原型飞机会重新设计 或者是优化客舱的增压系统曲线 使机舱内的压力变化更加平缓 减少乘客的不适感 另一方面 由于高原飞行地面的平均海拔本身就高 一旦飞机出现客舱施压时 机上的氧气系统要维持机组和乘客 使用更长的时间 以确保飞机有足够的时间下降到安全高度 普通的客机要做到在万米高空施压 有10到15分钟的应急供养 而高原机型要成倍的增加 再有就是高原机场周边 通常没有完善的地面导航设施 需要更为精密的导航系统 也需要配备接受专项训练和认真的飞行机组 上面就是高原机场 为什么会挑飞机的主要原因了 或有疏漏 欢迎朋友们补充指振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